4月13日 一人林佳心在天际100观景台出席华为手机发布会 一身黑色西服的佳心尽显一种职业女性的风采 他透露自己有时也会用手机自拍 不过在家里老公袁建伟就很少帮他拍 他比较常帮小朋友拍吧 帮我就少一点 对 因为那个 对 因为自己敏感在家里实在太随便了 我也不好意思让他拍我 手机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问到平时可会检查老公的手机 对于这个敏感话题 佳心也做了回应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 即使结婚也好 partout也好 也要需要自己的私人的时间 或者一些 首先是这么的私密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应该保持互相尊重 聊到接下来跟刘青云和张嘉辉合作的新戏就要开拍 嘉欣表示跟两位影帝合作 期待大过于压力 我觉得期待比较大 因为毕竟没有跟清云一起合拍 一起合作 然后又这次 我的戏份比较多是跟张嘉辉 所以还蛮期待 而且即将要飞到欧洲去 澳洲那边去拍戏 所以觉得心情也挺好的 非凡娱乐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